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美麗班長的頻道 我這星期很忙,所以到現在才拍中年好聲音2第19集我的感想給大家聽 星期一晚我去了牛河的朋友見面會,我要拍了很多照片 接著我就被李振鵬召喚去紅館,這個紅館在七咸圍 在一個有live band,可以唱歌,可以吃飲飲的地方 當晚就是周文興和丁曉唱歌,我都見到很多中年好聲音2108強的參賽者 當然我都把機會跟他們拍照了,我會另外拍條片說 星期二的早上我簡直是請假,因為我要去牛河音樂工作室 它開張,當然要去學一下去 所以星期二、星期三晚我就整理一些相片,拍片給大家,轉台就會出的 星期四晚我就直播唱歌,之後又聽自己唱,所以那晚全晚都沒空 星期五晚我就去上佳佳老師的課堂,所以到今晚星月六晚我才有空拍片 好了,我言歸正傳,其實第18集和第19集都是同一日錄影的 在第18集有8組出場,在第19集餘下的7組就會出場了 第9組的參賽者就是龍亭和陳彥娜,他們的參賽歌曲是《漫步人生路》 首先說陳彥娜的打扮,她穿了一條藍色連身露左邊肩膀的短裙 她這個打扮就會露出她左邊漂亮的鎖骨和肩膀 當然她也會促起頭髮,這樣才不會遮蓋的 她戴了一對銀色的耳環,左邊戴了一隻手牙 配上一對黑色的短裙,龍亭當然就穿在18集出現我的服裝 看完她們的演出,我就覺得首先這首歌其實不適合作為參賽歌曲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的旋律比較平淡 你說用來做表演沒問題,但你說用來參賽的話 就會覺得不夠多層次 這首歌陳彥娜唱出來是比較平淡 特別是她和龍亭合唱的時候,其實我只聽到龍亭的聲音 陳彥娜的聲音聽得不清楚,只是覺得她的聲音在襯托龍亭 真的突出不到她的聲音 她們是拿到81分 第11組是李佳和劉河,她們的參賽歌曲是《我是一隻小小鳥》 首先說說劉河的打扮,她穿了一件灰色的圓領T-shirt 外面是白色的外套,有黑色的條紋 一條黑色的長褲,再配一對白色的球鞋 這一身的打扮,令人覺得很舒服和很自由的感覺 我現在都有跟李佳,佳佳老師學唱歌的 她的打扮就和第18集一樣 看完她們的演出,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首歌好聽 我覺得她們的合唱,就好像你拋個球過來,我又拋個球過去 唱出來,我覺得很有張力 吸引到觀眾繼續繼續聽下去 劉河和佳佳老師唱主歌時,慢慢跟大家講故事 到她們唱虎歌時,歌已經去了另一個層次,更加激 到聲音之後,這個位置更加爆 最後要用高音來完結這首歌 那這首歌是否完美呢?當然不是 劉河在最初的時候和之後升級的時候,聽起來是有點音準的問題 她在其他的訪問都說了,耳機有一段時間是沒有聲音的 如果耳機是沒有聲音的話,其實是聽不到音樂和聽不到自己唱什麼 那就沒辦法了,唯有下次唱歌時要再查多一次 另外,我就不喜歡她們把這句 想要飛也飛,卻飛也飛不高 那個不高的兩個字,她們是唱低了 可能她們覺得把高音留在副歌上唱會比較好聽 不過我就覺得原曲的旋律比較好聽 這首歌有一句歌詞令我很感觸 就是,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哪一個重要 大家會不會有答案呢? 她們是拿到88分 我拍完《佳佳老師》和劉河這一組之後 才發現原來我跳了,是沒有說周吉佩和古卓文的 OK,那現在說法 第十組是周吉佩和古卓文,她們的參賽歌曲是《有共情》 首先要說古卓文的打扮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在裏面,外面的衣服是圓領的 白色底,染了很多藍色和紫色在上面 衣服也很漂亮,一條白色的長褲和一對長筒的白色球鞋 這一身的打扮也是令人看得很舒服的 像一個大學生的打扮 周吉佩的打扮就和第十八集是一樣的 她們兩個人的聲音是很禍的,令人聽得很舒服 看回她們的訪問,周吉佩就提議將其中一段副歌 改為只有鼓聲,出來的效果也很好 令人感覺每一段副歌有分別,不會很悶的感覺 最後古卓文的wrap,帶給我們驚喜 賺了這麼多,是否完全沒有缺點呢?那又不是 吉吉唱最初那句,認是純真未變的變字 那個音是有少許不穩定的 而古卓文最初唱主歌的時候 我覺得有少許peel 即是不夠實正的那些音 不過這些都是小缺點 她們是拿到87分 第十二組是魏家信和王健民 她們的參賽歌曲是Shall We Talk 首先要說一下她們的打扮 王健民穿了一件白色的T-Shirt在裡面 之後就加一件白色的襯衫 外面穿一套白色的西裝 我就覺得呢,外套是太大件 有些衣不清身的感覺 我就不知道是否因為王健民要彈結他 所以她兩隻手的活動空間要大些 所以就比一件大些的衣服她穿 大家看看肩膀的位置,就會知道衣服是大了 好像穿了一個哥哥的衣服一樣 她戴了一條十字架的頸鏈 配了一對白色的球鞋 魏家信又穿了一件白色T-Shirt 白色褲,外面是卡奇色的外套 再配一對白色的球鞋 她們兩尾的打扮都很配 看完她們的演出,我就覺得 整首歌整體來說都是好聽的 但是有些地方我就不太喜歡 原來最初王健民彈結他 或者之後只用琴聲伴奏 聽到他們的呼吸聲很大 即使每一句和每一句他都會很明顯的 游乾?游乾?游乾的呼吸聲 你可能会说 是人都要呼吸的啦 那也吵 如果他们再做好一点的腹式呼吸 就不会有这么大声的呼吸性了 黄建民在这首歌里 那个声线是很漂亮 很好听 我就希望他可以唱多些不同种类 就是不同曲风 可以让我们听到 令我们知道他可以驾驭到 不同种类的歌 有比较之下 艾嘉迅都真的比了下去 我要说 其实我是很喜欢艾嘉迅的 不过 如果他想用歌艺 去吸引多些人 成为他的粉丝的话 他一定是要在歌艺方面 再练好一点 找一个好的歌唱老师去教他 都是一个适当的做法 他们是拿到88分 第13组就是顏志恒和梁浩燕 他们的参赛歌曲是 最佳选友 首先都要讲一下梁浩燕的打扮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 外面是一套米色的西装 再配上一双白色的波鞋 以近几十来说 这个打扮就比较适合 而顏志恒的打扮 就和第18集是一样的 看完他们的演出 我就觉得 整体来说 是比较闷的 都看得出 顏志恒是很努力去帮梁浩燕的 但梁浩燕唱出来 真是比较沉悶 即是说 没有了一些一阳顿挫 我只看到他唱到 颗颈青筋都燕了出来 和由头到尾都是两棵木 站在那 其实加少少走位 左右走位 前后走位 起码都令大家 不会觉得太闷了 我就觉得整首歌 没有了团火 首歌不应该是这样唱 在编曲 在设计方面 应该要突出 梁浩燕是参赛者 他们是拿到80分 由于现在我赶着出去 我就拍到第13组 剩下那两组 我之后再拍片补回 多谢大家来收听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